他拥有什么神秘本领 让这些后鸟经历一步 听懂你的话 他知道老板叫我起飞了 他凭什么夸下海口 要靠这些后鸟成为千万富翁 加起来一年大概有个千百两千万的时候 是什么神秘病毒造成后鸟成批死亡 白茫茫一片的死在那里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天鹅 西桥失踪 扩大了神所范围 毕竟寒可的流氓又将如可套飞鸟 将自己造成成功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生财有道之父从这里起步 各位好我是香薇 我今天呢是在云南省秋北县的蒲者黑景区 那蒲者黑呢是以雨的一音 意思呢就是盛满鱼虾的潭 那这里呢不仅是鱼虾满潭 而且呢还是候鸟呢喜欢停留的地方 那这几年呢 蒲者黑的风景呢 一直非常的美 环境一直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迁徙的候鸟 到了这里呢就不走了 就在这儿当成了他们的家 驻扎了下来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在这个蒲者黑 被人称作是鸟的王国的地方 有一位奇人 他可以指挥这些候鸟 他让这些候鸟起飞 他们就起飞 让他们着陆 他们就着陆 在他的指挥下这些候鸟呢 还可以给游客呢表演舞蹈 那这位奇人到底有多神奇呢 我们现在呢就开船进去 找他 开船 天上的飞鸟 真的能按照人的指挥行动吗 这听起来 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更让人好奇的是 据说这位能与鸟交流的人 曾夸下海口 他能让飞鸟 给自己带来上千万的财富 那么这些传言是真的吗 这个能与飞鸟交流的人 到底有哪些神奇的本领呢 船在湖里没有开出多远 就看见成群的天鹅 从岸上往湖里飞了过来 你又不看 你真是不相信啊 这些天鹅 多么紧直的天鹅 它能够听那个穿白衣服的男子的指挥 正在起飞 我跟他问了一下 这些天鹅大概有两百多只 你太神奇了 他们怎么就能听一指挥呢 我们一喊他就春军万马 瞬间盘口为起 他就要天鹅上盘旋了 不是吧 他一个踢队一个踢队了 还分踢队 对对 那什么时候回来 是他四月回来还要听一指挥 你喊他笑了 笑完了 咱马上就笑了 能听到咱们的话呀 你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然后咱们叫他们回来 好吧 来 大家好 刘武 今年四十八岁 广西南宁人 养殖天鹅 白鹤 等各种候鸟 三万余只 能把这些大型候鸟 敬服得如此轻化 就让很多人对刘武刮目相看 十多年前 刘武因为一次理由爱上天鹅 于是辞掉工作 回家一心一意 养起了天鹅 我这个整个场地有七八万只 这个光这个小苗只有四五万只 水面上 坡地上 山上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 黑压压一片 刘武把这些候鸟养大 并训练好以后 就会运到与自己合作的景区 由于各地西区的乐大 刘武不仅忙着呼唤小苗 对已经长大的候鸟 也开始抓紧时间进行训练 一般的鸟看见人来了 就躲得远远的 为什么这些候鸟不仅不怕人 而且还很听人的话呢 刘武私下里 透露出了其中的秘密 从小我们把它 从这个产弹开始复发出来的 所以它跟人特别的亲近 由于这些候鸟都是人工复化 小鸟争点第一次见到的 都是养殖员工 所以候鸟不仅不怕人 而且还很听人的招呼 2011年10月的一天早上 刘武的妹妹刘敏林 像往日一样 照例给天鹅投喂私量 但是有一些天鹅不仅不施食 而且还出现了以前没有出现的状况 开始的话它就是头缩缩的 缩缩的 它翅膀这样掉下来 因为它的脖子啊 它有气无力 无精打采 就像我们好像今天 叫它昏昏远睡药 刚开始 只有十来只天鹅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刘武也没有放在心上 我们怀疑它是伤寒 感冒伤寒 给它打药了吗 打了 原以为给天鹅打过药后 会很快好起来 但是两三天过去了 打过药的天鹅 不仅越来越没有精神 而且粪便 也开始出现不正常现象 慢慢的它就拉那个白的粪便 拉到白的粪便了 最后就拉到黄的粪便 注射感冒药没有好转 粪便出现异常 难道天鹅不是感冒吗 这让养了多年天鹅的粮五 有些迷惑不解 更让粮五着急的是 患病的天鹅开始出现死亡 头一天的话 一般就是死三五个 两三个这样 第二天就到十几个了 随着病情的蔓延 每天天鹅死亡的数量爆发式增长 是什么原因造成天鹅出现这样的症状呢 眼睁睁的看着天鹅大批死亡 自己却顺手无策 刘五在那段时间里心急如焚 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天最多的死过一千二百只 看了整个湖面都是 白茫茫一片死在那里 看着财富就这样 从自己的手中化为泡影 刘五在那段时间里 是欲哭无泪 晚上两三点就惊醒过来 他做噩梦想了看到这些 到处都是尸体 那时候没办法睡了 一直睁眼都天亮了 半个月下来 养殖场养殖的天鹅所剩无几 天鹅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呢 就在全家人对天鹅死亡 感到困惑不解之时 一天上街买菜的刘敏林 无意听到了一个消息 有人说哎哟 哪个村哪个村哪个村 那些燕鸡啊 家鹅啊都死亡了 我们才发现 是从隔壁村传染过来的 因为这种禽流感 它是属于 属于这个 呼吸的感染 呼吸的感染 只要风一吹过来 它就能够引起周围 两三平方公里以内的 大面积感染 刘五把死亡的天鹅 拿到一个动物件 一部门解脱化验后 确定天鹅是因感染 禽流感而死亡 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 邻村养殖场 一场禽流感 使自己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由于候鸟大量死亡 导致与别人签订的合同 无法履行 刘五靠飞鸟 赚取千万财富的梦想 也随之破灭 这个事实际 多么的可惜啊 你光成本这块 就损失了好几百万啊 怎样才能避免 类似的灭顶之灾 刘五觉得 除了要搞好防疫外 自己的养殖基地 应该远离其他勤的养殖场才行 2012年的年初 距离广西不远的 云南省秋北县旅游局 刚好找到自己 要求合作 刘五随后来到秋北县 考察了当地的 蒲浙黑风景区 发现这个蒲浙黑景区这边啊 特别是夏天 平均的温度大概是27 28度左右 冬天也就是0度到3度左右 这个地方是很适合候鸟 这个 其实的一个 一个标准的一个温度 刘五当即决定 把自己的养殖基地 搬到云南的秋北县 在这里 刘五不仅开始恢复性的 大量繁殖天鹅 而且还引进了白鹤 黑尾罐 等其他大型鸟类来繁殖 除了精心照料 这些候鸟的饮食起居之外 刘五还得和员工 一起训练这些候鸟 这次你们大家 喊他123起飞 他听你的话 你叫他起飞 他就起飞 再叫他回来 他一样飞飞来 知道吧 准备了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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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啊 喊了 喊了 你们喊 123 飞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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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棒了 行行行 不要去 全都飞到天鹅湖上 对 大家叫他回来 我刚才玩有点担心 就是咱们这样大声的 说阿喽 他们会不会受惊吓 没有 他听懂你的话 他知道 老板叫我起飞了 观众叫我起飞 他非常兴奋 是吧 就让他们放出去去玩 对对对 就活动了 对对 太神奇了 太漂亮了 那个铁鹅 太美丽 太美丽 看到这么多的鸟在一起 感觉非常震撼 秋北县 不仅气候适宜养养殖 天鹅 白鹤等大型候鸟 而且在普者黑风景区 有很多湖泊 这些湖泊为候鸟提供一个绝佳的休息和游玩场地 每天早上投喂饲料后 这些候鸟就被员工赶到湖里来 在水里嬉嬉的鸟不仅给游客带来一道靓丽的风景 而且这些鸟在湖里 还要听从员工的口令 进行一些日常训练 天鹅上岸后 对型就打乱了 由于这批天鹅还没有完全训练好 所以上岸后还得有人引导它们回到眷舍 咱们现在再看一个令人震撼的场面 看是不是天鹅能听它指挥 来 你给我点 太逗了 来你吹 我们现在就是天鹅的手里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千斤万马 你看全都回来了 天鹅以家庭为单位 基本上没有走失的现象发生 这些天鹅回到眷舍后 养殖人员都要清点一遍 可是在2012年6月的一天 出事了 有一天我们一属的时候 发现少了四五个 第二天又少了四五个 到第三天又少了四五个 哎呀那不得了 是怎么回事 天鹅莫名其妙的减少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天鹅失踪呢 如果天鹅在野外死掉 或者受伤不能飞回来 那么应该在它的日常活动场所 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但是在发动养殖人员 大规模找寻后 天鹅的一点影子都没有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天鹅蹊跷失踪呢 扩大搜索范围嘛 利用当地这个派出所 村民外 发动大量的村民 把我们的这个材料 我们的天鹅的特征这些 都告诉他们 他们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老百姓有些不懂这个什么东西 一天下午 一个距离风景区三十来公里的老乡打电话说 在一个湖泊里看到了类似天鹅的动物 我们到了以后 你望远镜观察以后 确认是咱们的北天鹅 看到天鹅还在 刘武的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 刘武决定第二天一早 去把天鹅收回来 出发到那六点不到 就到府边了 然后一看 府边也空了 就马上就行问当地老百姓 老百姓就告诉我们 昨天头天晚上 被千嘴罐带着就起飞了 千嘴罐属于印度及东南亚一带的大型后鸟 刘武猜测 自己的天鹅也跟着千嘴罐 往南迁徙飞走了 看着天鹅翅膀硬了 就跟着别的候鸟跑了 刘武决定 改变一下每天 让天鹅出来飞行驯卖的方式 比如说给它出来 飞了五六天 就管它一两天 飞了五六天 管它一两天 让它打消它迁徙这个思维 采用这个办法后 天鹅再也没有跟着其他候鸟 飞走的现象 到了2012年的年底 自己养殖场不仅品种增加到了20来个 而且数量也达到了3万来只 在此期间 刘武陆陆续续与山东 广东 江苏等地的旅游景点签订了合作合同 刘武觉得自己历经挫折 终于苦尽甘来了 年轻是他们的本钱 八几年呢 八七年嘛 我比他更年轻 八九年 年轻也是他们的弱点 我们也没有挺王仔的技术去预防自己快速 肆意挥洒的青春又苦楚 更多的是收获幸福 看两位年轻人不一样的创业经历 听他们苦尽甘来的心声 尽在今天的生财有道 商财有道 智富从这里起步 各位好 我是有可能祝您智富的天孝 现在呢 我是到了广西桂林的这个泉州县了 在这儿啊 图田头村里边的两个兄弟 已经把这奇珍异宝呢 带出了大山了 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各位 别着急啊 现在就带您去 一看究竟 天孝说的这种动物 有的地方叫它花面梨 白笔狗 属于灵猫科动物 当然它最为人知的称呼 那就是果子梨了 果子梨是夜行性动物 主要栖息在我国南方的森林洞穴中 如今大规模家养的种群 还真是非常少见了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我们本期故事的两位主人公 也是咱们看到这个养殖场的两位老板啊 这个兄弟俩啊 这是哥哥 唐宗宁 您好 您好 然后这是弟弟是吧 唐琪 您好 在泉州当地 两位二世出头的年轻人 也算风云人物 他们用短短几年的时间 愣是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那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靠的又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就想好好地看清楚这个果子梨到底长成模样 然后我们让他们快点抓出来 就放在笼子里了 你进来的时候等一下要担心一点 因为它刚下往在 负载能力特别强 你看我的手 刚才不小心还被咬了一口吗 光是听着果子梨的嘶吼声就够慎人的 没想到下嘴更是不含糊 一般要抓它 抓它哪儿啊 抓我一般 这个枝这么大 也能发作 吓了 太怕了吧 陌生人有点紧张 有啊 一样一样 这么大个 我也怕 翻进去是吧 好 翻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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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子梨虽然是比较常见的野生动物 但因其肉可以食用 皮毛可以制求而被大量补杀 加上养殖周期较长 驯化的时间较短 所以人工养殖的规模也不大 这让能够做种的果子梨稀少而金贵 就是说那种成年的 成年的就以2600块钱 你只卖给我们 当时说买两只果子梨就够买一头牛了 2010年 经过一年时间的摸索 唐松林的果子梨养殖还算顺利 不少也产下了幼崽 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但是要扩大规模 大干一场 光靠一个人还真是忙不过来 他想找个人合伙一起创业 而这个人就是好兄弟 好朋友 唐协 唐协作为村里的大学生啊 可以说是一家人 甚至是全村人的骄傲 但是如今呢 他却要放弃城市里面的工作和生活 再回到自己的祖祖辈辈 在这生活的农村里 再来创业 你说他到底图个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都在纷纷议论 说唐松林到底给他的弟弟唐协 下了什么样的迷魂药了 唐协毕业后留在了桂林 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城市生活 但是按部就班的工作和不高的薪水 让这种生活索然无味 而表哥的创业规划 让他年轻的心很快就躁动了起来 那时候他刚创业也没几年嘛 资金啊 跟管理都跟不上 刚好我那时候也在找项目 就这样一拍即合 兄弟两人的冒险正式开始了 大公伴养殖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去买吧 就买了两百来支 对吧 然后就关在家里面 为了扩大规模 唐松林也拿出了创业以来的 所有积蓄几十万 然而与之前的小打小闹相比 一个标准化养殖场的建立 则要复杂得多 那个时候就是拉回来的时候嘛 那个木头的篮筐嘛 就是用那个铁丝嘛做的 后来嘛被那个小仔 咬烂了 就这个样子后来跑掉了嘛 一个疏忽 几万块钱就不翼而飞了 唐松林其实十分恼火 但他没有发作 而是固执地提出了一个要求 要大家把跑丢的果子梨找回来 果子梨原本就生活在大山丛林中 跑出来的怕是早已隐归山林 这让人到哪去找呢 其实唐松林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他心有不甘 同时也想给大家一个教训 搞养职马虎不得 要做就要认认真真的做 有两只已经跑到 这个施工的厂房 那个堆里面去 就是说藏起来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找到了两只 而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唐松林将建设的木门 全部换成了造价更高的铝合金材质 做事谨慎的他 不想再出现任何意外了 2010年下 正是泉州最热最闷的世界 已经有几百只肿梨的养殖场里 出现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躁动 就出现拉锡啊 对吧 吃得不好 腹泻也很正常 兄弟俩没有太大回事 就在他们不紧不慢的 找兽医咨询的时候 灾祸迅速蔓延开来 这个发病起来真的就如噩梦一场 真的很快 刚开始我们发现只有一两只是吧 一到往上 结果就整栋房间就被感染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 龙舍里的果子里都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严重的甚至呼吸衰竭 死亡 这下大家才慌了身 可问题出在哪里 怎么办呢 当时兽医他也有跟我们说过 他说我们只会整猪整牛 对吧 整鸡整鸭 但是不会整只果子里 对吧 其实经过事后专家诊断 这次瘟疫是非常常见的细小病毒引起的 但凡有经验的养殖户都会提前为动物做防疫 完全可以避免 而对于唐家兄弟来说 这一刻的教训实在是惨痛 太昂贵了 我们也没有挺王寨的技术去预防这一块 控制这一块是吧 只有眼睁睁的看它死掉 结果这一损失 让我们损失起码有十几万 现在只要从外面采购的果子里 都要先隔离观察一个月才能入栏 而且在入栏前 都要经过这样一道程序 咱们要是给他打疫苗的话 就隔着这笼子打吗 还是怎么打呀 不不 抓出来吗 抓出来 好 刚才不是哥哥抓的吗 是吧 那这次呢 你来抓 是呀 我把这个教训乱给你试一下 我就不是了 我就不给人民群众同志们添麻烦了 是吧 咱们现在开始呗 对 怎么给他打 我抓出来 抓出来 抓出来就拿在手上给他打 他也不老实 你看他老动啊 这个 这个给他打一百一百 我来 他也会咬人吧 还是我来 你抓 我来 怕 怕 那来 把笼子码 然后呢怎么办 然后就 抓人的笼子打 哦 对对对 上了于是是一个固定器 是吧 对对对 我见我原来那个 就像什么射箱鼠 也是用这种 大概类似的东西 它会自己钻 钻进去吗 会 进进去 乖 好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专门 针对果子里的疫苗 不过当地的专家建议他们 是用犬科疫苗代替 虽然听上去不太专业 不过自那以后 果子里的疫病传染 算是被终止了 他自己能放过来 不能把他压死 这个没事的 没事的 这个方法很好 就相当于把它固定住 然后它老老实实的 好 现在好了 这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的 对对 一般这样的 要不算反反复复 要打几针 反反复复 我们像做这样的 成年的 每年打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二十出头的两兄弟 靠着精诚合作和踏实肯干 已经为自己的青春和生活 开创出了一番不一样的天地 但眼前的一切 对他们来说 还只是开始 他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规划更好的未来 所以刚才会发生了一段时间 你会发生了一段时间 那边也没办法 那边有什么 因为这边有什么